张若南直接把陈伟霆拉过去抢吻 不动就吻 男主侧着头真的不是在给他机会吗 只能有被陈伟霆张若南填到 用打直球的方式追消防员哥哥 已经想象的那种霸王硬上功了 看来用打直球的方式恋爱是真的有用 其实一不小心撞进喜欢的男生怀恋 不亚欢 这样他不推开 咱也就不走 焦点张若南真的演出了小迷们儿的心理路程 可爱的爆了好吧 虽然心里的润男一直在打直球 拖拖的一个外向女孩 但现实中的张若南真的很内向 或者说是性格很慢热 伟霆哥就在采访中爆料 张若南每场亲密戏结束后都会跑弹 原因就是他太害羞了 他会说你要不要跟我谈恋爱 就直接这样问 你要不要跟我谈恋爱 但每一条他拍完 最后你就见不了他 他会躲在一旁 对我很害羞 就是他本来的性格 我觉得跟许莱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都说张若南是大多男孩子都会喜欢的类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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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错了 因为你孩子也很喜欢他 如果他闪着亮亮的大眼睛跟你说话 我不信 有人可以轻易对他去No 而且就光眼睛大这一个点 陈伟霆就在采访中说了不下三次 看来伟霆哥也拜倒在了若南的大眼睛下 眼睛很大 哥夸不出来别夸了 说眼睛大这个词 就是我觉得这个眼睛是他的武器 上伤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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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伟霆说张若南眼睛很大 上伤 你说那句词 直上对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的眼睛真的太大 真的吗 我在戏里面 我没办法直视他 不忍睛 真的没办法做他 这是他的眼睛 他真的吗 你真的这样吗 要说张若南和陈伟霆也是整整相差了11岁啊 就和敬礼的十年之约也合合呼应上了 可多了年假恋 这一下又把我们拉回了年少恋 也许是敬礼角色需要吧 终于让陈伟霆现实生活中也特别照顾妹妹 见妹们亲我的 找男朋友就要找这样的 在聚哈密播的时候 两人的综艺就先火了 从这档节目就能看得出 张若南和陈伟霆的CP感还是不错的 很多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可谈的CP啦 越热这一点 是真给你俩玩会啦 就连在后来的首要礼上 陈伟霆都学会了对张若南进行土味情话攻击 当主持人问他们 平时刷短视频都刷谁呢 若南说完后 陈伟霆下意识地回答 这谁能受得住啊 你以为这俩人只有甜蜜这意义中风格吗 两人了 表面上看到的甜甜蜜蜜 甚至一拍亲密就害羞 世界上这想来想杀的戏份在片场可昧少上演啊 尤其是张若南顶着一张小白兔的脸 却做了让陈伟霆连领扎心的事情 怪不得他能说出那句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合作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合作 对我对自己的承诺 不能再跟你合作 我怎么了 好 好 你就是这样子吗 等到中年时没有犯人了 有没有派花式派会有点人吐水来现场 我要不要表演一下可以唱 谁懂啊 不仅距离打之球的女孩和从未恋爱过的消防员 哥哥好磕 连喜欢的甜美大叔cp也有的磕 同一次见同样的主人 却能磕两种风格的姐妹们 都这样了还不如磕吗 OK 散会 一起来 刚刚一起向未来 刚刚在干嘛 好帅啊 25岁不能再多了 真棒 戏真好 你好man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哈哈哈哈哈